開始 唐委員 徐副校長 藍院長 帶座同學 各位師長 大家好 我是資訊社活動長 蕭雨璇 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行政院救務委員唐鳳 歷領長根大學演講 在這邊先小小的介紹一下唐委員 他是電腦技術高手 他很強 超級不償師 從天才升同到網路創業家 16歲就當上網路公司技術總監 蘋果公司顧問 參與Siri開發 也是2018總統被黑客松競賽評審交集人 本次演講模式是互動式演講 請各位同學盡量提出你的問題 也期待基礎不同的火花 讓各位同學收穫滿滿 而今天我們很高興的 由兩位長根德大學重量級人物 百忙之中 操控清零現場表達支持 分別是許光宏副校長 工願賴院長 即 首先我們邀請許副校長代表長根大學 我們執政經營禮品給他會員 以表達感謝之力 我們長根這個不是什麼貴重 但是這個是特產 這個就是長根名產 七葉膽 七葉膽其實降血壓 但是家裡如果有懷孕的人不能吃 這個中醫說的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請這個唐孟偉回去幫我們品嘗一下 謝謝謝謝 那請大家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邀請陳副校長為我們 許副校長為我們開場 支持 唐鳳政務委員來院長 求助的市長 各位同學 各位晚安 大家好 今天抱著非常高興的心情 來歡迎這位重量級的 這個speaker 今天場合也很特殊 我不會用太多時間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你看看現在問題一直上來 一直上來 等一下就看到問題 我在這裡只講兩點 剛剛同學已經介紹唐鳳委員 我要講兩點 我個人非常欣賞他的地方 第一個 他是自由主義 他是自由主義 所以等一下那個問題 是可以盡量問 送給各位一些想法 我們自由的環境長大的小孩 會有創意 那各位長庚的同學 也是在師長有愛的環境長大 長大以後會自信而愛人 然後我們長庚呢 剛剛我跟委員講 我們是又師又能的地方 在師能的地方 希望長大的小孩 以後會有堅毅的精神 那除了剛剛那個 這個企業膽的這個特產以外 這三個呢 也是我們的特產 那等一下呢 就邀請各位同學 化回床衣 祝各位呢 有一個非常美好的晚上 收穫滿滿 那我就廢話不多 大家就趕快開始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副校長 那現在我們一樣 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工業賴院長 為我們致詞 我感覺這掌聲 好像意思是說 趕快趕快趕快的意思 我有三點想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是 我非常欣賞在座的同學們 因為外面有一個 好像很精彩的 今天有一個Christmas 好像是Christmas Party 還是怎麼樣 在外面有一個 好像類似像演唱會一樣 但是我在想 我們裡面的同學呢 我也不能說 裡面跟外面來比 而是說 有一些同學 其實蠻有想法的 那我也相信 你們在這裡 希望得到一些 跟外面的同學不一樣的 那因為我想 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可以很精彩 我們的政務委員 事實上 我真的是第一次見面 但我覺得他非常憨慕 很謙虛 事實上 以他的成就 在同樣年齡層來講 是非常非常傑出的 如果你們在網路上 Google一下 我想我在網路上認識他的 比今天認識的 超過太多了 特別我還問了一個問題 雖然很stupid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 我說你真的跟蘋果 當他們砍燒騰的時候 他們是以終點比特幣 來跟你計費的嗎 我得到真的答案 是真的 唯一稍微不一樣的是 那時候比特幣算比較便宜一點 現在的比特幣 跟那時候比特幣來比 可能就是美金跟台幣的差別 但是無論怎麼樣 在那時候也算是相當 從那個地方就知道說 我們的政務委員 在世界級的公司 是如何的被肯定 那最後 就是其實讓我 對今天晚上 自己有一些的期待 那唯一令人覺得 有點遺憾的是 我的問題被按讚的 按讚的非常少 我很想表明身份 說哪個問題是我問的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甚至不 所以呢我還是期待 等一下我問題 一直被按讚到前面去 不多說 我就 我可以歡迎嗎 還是主持人家歡迎 好 那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今天的主角 我們唐鳳政務委員 謝謝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非常高興的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 如果剛剛沒有聽到的同學 我覺得這個我再說一次就是 可以掃QR Code 或者是到 Lido.com 然後輸入001213 請號不用輸入 這兩個是同一個空間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大概有接近兩個小時的時間吧 就是完全由大家的問題來決定 來決定我會講什麼 那就是按讚高的就會推到上面 那如果最新的想要追問的呢 會跑在筆下 那然後如果任何時候大家願意舉手 來進行討論的話 那舉手的螢幕螢幕上的 所以任何時候都可以歡迎這個舉手來進行討論 那如果到兩個小時結束的時候 就到九點的時候 問題還沒有辦法完全回答完 大概沒有辦法回答完 現在已經88個問題了 那我就對 就是排序比較後面的朋友先說抱歉 那如果我們兩個小時 但是既然就是不到 就已經把問題全部回答完 又沒有人要提問的話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大概今天也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 有33位朋友們問說 政府的開放資料 前幾年阿海很大聲 各個現實跟政府都非常積極地釋出資料 但是現在好像很多都沒有更新了 只剩下某些 例如像許家登陸還要在維護 不知道政府是否可以持續要求更新 而且最重要的是看到錯誤 就是資料本身品質有物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及時的去就是進行更正 那我們所有的開放資料 其實是集中在政府資料的開放平台 也就是data.gov.tw 我們這幾年做的工作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說我們把各個縣市政府 所有的這個自己嫁接的這個Portal 我們都把它用跨平台 借接的方式透過開放式的API 在以前呢 就是大家會發現每一個部會 甚至有他自己的open data portal 但是我們現在呢 台南高雄嘉義屏東南投有桃園 好桃園所有的這個Portal 他們現在不需要特別去做任何的這個手動上架的工作 就可以自動的去解接 那這邊會顯示出上一次機器自動解接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除了台北市政府資訊局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金融市政府社會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外 其他的大概都是至少是一天為單位 在跟我們進行同步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這個漏接的問題 事實上我今天才知道這兩個的不同步 我回去就來處理 但是至少桃園是同步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我們現在在推廣一個概念 就是說open data 它可能是之前還要手動上架 但是呢我們現在是透過一個叫open API的方式 什麼叫open API呢 就是任何的一個網站上面的資料 它是直接在你更新網站的同時 它就變成一個開放資料 那這個可能比較抽象 比較難以這個了解 舉例來講 像我自己的辦公室 我們有一個網站叫做talk.pedus 那這裡面呢 就是我們平常的所有的工作的這個文章啊等等 那像我們的訪拼拜會處理原則 就是任何人跑來找我聊天的話 那我就會要做逐字稿 或者是錄影或者錄音 三個裡面至少要一個上網 所以說我在所有這個工作的紀錄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這邊非常容易的看到 我從入歌之後這兩年到底見了多少人 然後在院內主持了多少場會議 每一個都是具細明義的去公開 那所有這些公開的逐字稿 跟所有這些網站上的任何資訊 我們在看到這個網址之後 後面加一個.json 那它就馬上變成機器可以讀的這樣一個資料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特別去維護一個機器可以讀的資料 而且說我們在更新這個網站的同時 我們在工作流程的當中 它自動就產生出了機器可以讀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這樣做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其實大部分的諮詢系統 並不是公務人員寫的而是廠商來寫的 廠商呢我們在跟廠商建置一個諮詢案的時候 是有一個採購的一個標案的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裡面呢我們現在就加了一行字說 如果在以前你是只給人看的 那但是盲人朋友沒有辦法看的話 那其實呢在政府網站的話這個叫做不專業 我們幾乎所有街政府網站的這個廠商 都必須要能夠做盲人朋友也可以看得懂的網頁 這叫做網頁無障礙 那所以大概兩年前我剛入閣的時候 就要加了一條進去說我們機器也是一種盲人朋友 就是說如果你只給人看然後機器看不懂的話 好比像說你用一大堆JPEG當 那這樣的話不但盲人看不懂機器也不一定看得懂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廠商如果說那我現在需要一個開放的API 我想要收你一大筆錢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標案七月範圍裡面就加了一句說 這個時候這個廠商就不專業 當它是最有力標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disqualify 就是它就不能夠接到這個標案 所有的廠商都必須要把機器對機器可以讀的 這個叫OpenAPI的東西 當成是盲人朋友可以讀一樣的一個無障礙的一個截取 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們新的系統 就比較沒有這些朋友所問的說 那是不是負責開放資料的人 忘記去更新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廠商在系統一堅持的時候 就已經把結構化的資料 就是機器可以讀取的JSON的資料 當作它的基本的配備 就是標準配備 那在這個之上 當然你可以再加更多連結資料 還有RSPARQL 什麼一堆有的沒有的GraphQL 可能是最基本的 至少以JSON格式讓機器可讀這件事情 目前是內嵌在所有的採購的標案裡面 那大概是這樣子跟你們分享 有3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對於AI智慧跟科技發展 未來人才應該要具備怎麼樣子的能力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在入閣之前 我的前一份工作是在 就是國家教育研究院 擔任12年 就是國民教育課程發展的發展委員 那FANCO系就是我們工作的成果 在就是選舉前兩天 終於這個課程會全部通過 所有跟教科書上有關的這個如期完成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說 明年9月這個108課綱就會上路 我以前在講這個時候都要說 可能會叫108課綱 也可能叫109課綱的那個課綱 應該會上路吧 那現在是很明確的就是明年9月 就會在小學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跟高中一年級 跟大家見面了這樣 那我們在制定這個新的課綱 比起以前的99課綱 中間已經差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這十年最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 在十年前編99課綱的時候 的課法委員 還覺得說 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進入學校之後 他到高三的時候 會有哪些科目 有哪些技能 有哪些能力 哪些專長 他們是一定程度 可以去預測的 但是當我們在編108課綱的時候 我們已經放起這個預測的能力 意思就是說 現在七歲的小孩 他進入小一的時候 到他高三的時候 到底還有哪些科目 我們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世界真的變化得太快了 我們現在怎麼樣 分流分科怎麼樣 都是僅供參考 過了十二年之後 哪些科目 因為自動化的關係 必須要去調整 哪些領域甚至會合併 哪些領域甚至是 就完全跟人類已經沒有關係 完全機器人在做了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新課綱他強調的 就不再是特定的這邊問的技能 技術或者能力 我們把技能導向這個想法 完全是把它改變 變成叫做素養導向的一個想法 技能導向在以前的課綱 基本上就是說 大家挑到某個軌道 可能分組分科分領域 然後在這裡面會有些個人的競爭力 有些人考第一面 有些人考第二面之類的 但是在新課綱裡面我們強調的 就完全不是這些 而是自法 就是你看到一個社會的問題 或環境的問題 你想要去解決的時候 有自己有學習的動力 終身學習的動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叫做互動 互動意思就是說 去跟自己背景不同的 領域不同的 專長不同的 文化不同的朋友 都能夠進行溝通 跟互相了解 那第三個就是共好 共好簡單講 就是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而是說 對方也有他自己的價值 你也有自己的價值 怎麼樣調和出來 找到彼此共同的價值 那為什麼這次是 放在自發互動 共好這種大考中心 要花很久才知道要怎麼考 然後各種各樣的教育 都要調整呢 就是因為不管未來 怎麼樣再有AI的 所謂的智慧或者科技發展 AI是沒有辦法取代 我們的生命經驗的 自發互動共好在講的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生命經驗 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我們跟別人互動的方式不同 我們理解對方的方式不同 是這個不同 這個多元性 才是身為人類 值得珍惜的部分 那所有那些輸入很簡單 輸出的格式很簡單 大量的重複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是工具人的 這樣子一種工作 我們在資訊科學上有一個專門的詞 叫做Trivial Trivial就是我們中文 不知道它是甚麼融好了 就是融的這些工作項目 那Trivial並不是說它不重要 而是說它的結構很簡單 它的結構很簡單 那七七就會把它拿過去做 工具人再厲害 也沒有人形工具厲害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過度認同特定的技能的話 那就有一個危險 就是說可能過12年之後 那個技能真的就被自動化掉了 我們就感覺到人性尊嚴的喪失 而且在那時候的高三學生 可能覺得被國民教育欺騙感情 那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是說我們考的 或者是我們注重的 就是自發活動工好的素養 那中間呢 任何時候有新的技術 有新的自動化工具出現的時候 你就運用它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作為人就可以保留 只有人才做得到的部分 那但是能夠自動化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覺得說 那我任意去掌握 而不是說好像只有少數人來決定 我怎麼樣去使用這樣子的技術 所以我想最需要具備的能力 就是隨時去學新的能力的自發行 然後在學的過程裡面 願意往跟自己很不同的文化領域 這些去了解的互動的能力 然後以及最重要的 就不要把對方當作工具 不要把人當作工具 是把人看作是有共同價值的夥伴關係 有三十五位朋友們說 媽媽我看到我的偶像 左括號 累又括號 那這個就很高興跟人家見面 那有三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醫生會不會被AI問診 加上達文西外科手術取代 當然如果你是內科醫生 要怎麼被達文西取代 是很蠻值得商學的事情 不過我想這只是舉例而已 其實醫生就像教師一樣 我們在做教學工作的時候 裡面有融的部分跟不融的部分 那融的部分 好比像說我如果是教小學的數學 那他寫一些考卷私責運算 那我一個一個批改 任何人來批改結果大概都是一樣的 只有錯誤與的差別而已 只有他花的時間的多少差別 而且我在批改作業的時候 也會覺得自己很像工具人 其實老師並不享受這樣子的工作 那所以說如果現在有AI出現 不是如果現在本來就已經有AI出現 你拿手機這樣扫過去 他就幫你批改完了 那這樣的話 當然老師就省掉了很多的力氣 但老師的工作 並不是只是放教學影片 跟批改大家的作業而已 老師大部分的工作是 讓大家的這個創造力能夠去發揮 而且也幫忙去做所謂的教學診断 就是去找說 你想要達到某個目的 你想要某個社會使命或環境上的一些工作 那你的認知的方式 好比像說是偏重空間的文字的數字的互動的等等 然後呢老師要負責幫你找出一條道路 去讓你達到你想要去達成的那個使命 那所以同樣的在醫師的工作裡面 有非常多的部分是互動式的 就是說去瞭解到說 不管是這個個案或者是他的家屬等等 是怎麼樣看他目前的身體情況 他身體情況在他目前的精神狀況 或在他身心狀況裡 扮演怎麼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以及未來的各種發展的可能性裡面 哪些是需要他自己自發去做一些事情的 哪些是我們可以透過好比像說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多的 能夠持續保持遠距的關係 那關懷啊 讓他一直了解到說 不是說你這次門診 你下一次門診才跟我有關係 而是中間跟我都有 維持一個關係等等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類推到醫生跟個案身上 那這些部分都是人才能做的 因為人才有生命體驗去同理別人的生命體驗 但是裡面容的部分 那當然就 AI其實覺得完全可以取代的 好比像說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多的 我們的問診的過程裡面的紀錄 那這個紀錄呢 確實現在就有很多 AI是說 那包含是語音的識別啊 或者是說 大家在問診的過程裡面 接下來還要問哪個問題比較好啊 那在這裡的AI其實都把它看成叫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的重點並不是它是人工的還是自然的 它的重點是它是幫忙醫生的 醫生用那些事情 他覺得很容易不想自己做 他也不牵涉到價值的判斷或生命的經驗 那這些就可以切出來 給AI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來做 那秉持著這樣的想法 其實醫生就不會被取代 但是醫生的工作裡面的 某些片段某些段落 確實是可以用機器學習 來讓大家的工作變得更好 那這個如果有 是學這個社工的朋友的話 在社工界有一個詞叫做職載 就是職務流程在設計 那其實職載的這個工作 就是我們在AI時代 最多的創造出來的一種工作 是直覺 按照世界經濟論壇的講法 就是當AI來臨越多的時候 我們叫做體驗設計師 或者是服務設計師 或者是工作流程設計師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這些概念 就會越來越多 在以前他設計出來 覺得說這些地方 我們可以用新的方法來做 不一定有人願意做 但是當現在他設計出來之後 這些說可以給機器做 機器真的可以做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服務流程的設計 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接下來 不只是專業的設計師 而是任何人在工作時候 都可以保持一個警覺說 哪些工作是用的 那些部分我們就讓機器來做 有三七位朋友們問說 那如果人工智慧技術更加成熟的話 那是不是未來的學生們 可以按照人工智慧分析出自身的能力欠缺部分 加以自學即可 學校教育並非必須的存在 這位朋友可能有哈利波特裡面 分類貌的經驗 就是說如果帶上一個AI的話 這個他就可以幫你分到正確的這個學習方式 我想這是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分析出自身的能力欠缺部分 這個確實是AI可以幫忙的 如果有用過像可愛學員這樣子的系統 或者Dualingo這樣的系統的話 確實他會按照你的學習的進程 去建議你說你要補強那些部分 這個是現有的甚至不需要AI 用一般的這個就是所謂的專家系統 其實大概就可以做到我們就成了 那但是呢當他診斷出來之後 大部分人的學習是要在一個產生意義的這個情況去學習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這是我辦公室啊 分享一下 這是我們在那個空總 就是在建國華室旁邊 那有一個本來是工均基地 那現在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每個禮拜三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都在這個地方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剛已經講了嘛 聊天的紀錄要公開上網 那只要願意的話就可以來找我 那這個空間呢 其實就是一個共同學習的空間 這個共同學習的空間 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不同的朋友對這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貢獻 後面上說它因為開到半夜11點 所以呢大家這個很多午餐晚餐都在這邊請 我們就一個主廚 然後一直為這個煮這個大家喜歡吃的東西 又或者說這個足球場 它是血汗兒的這些朋友們去貢獻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有所謂的down syndrome 那它的發育的方式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也許是用數字或者文字來認識這個世界 但是有down syndrome的朋友 有血汗兒的這些朋友們 是用幾何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 所以本來呢 這些設計師只是想幫這些血汗兒做藝術資料 但是呢當他們看到他畫的成名之後就發現 這些藝術資料是自己也畫不出來 我也畫不出來 這是非常的讓人有這個 一進來就很有創造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的就是說 即使你透過各種各樣整頓方法AI 或者不是AI 知道說你的學習的模態 你的學習的方式 你接下來要學習什麼 但那個學習本身還是需要在各種各樣不同多元的環境裡面 跟大家的互動裡面才能夠有意義的發生 因為所謂獨屈而無有孤陋而無 這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這個社群它是以線上的居多 還是在線下也有一個大家可以分享食物 可以看到這種實際的public art等等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這兩個是缺一不可 線上的好處是說你可以超脫空間的限制 不管你關心的東西在冷門 你在網路上大概都可以找到500個人跟你關心一樣的事情 所以不會覺得孤單這個非常重要 但第二個部分是說即使關心的事情跟你不一樣的人 它很可能跟你有類似的價值 意思就是說你們可能覺得重要的事情是一樣 你們只是從不同的方面來逼近這件事情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地方就是像社會重新實驗中心 任何來用這個場地啊辦活動啊 我只有一個要求 所以它可以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這17項裡面 不管是我們對於社會的啊就是中介貧窮啊 健全生活品質啊公平正義優質教育啊或者是有環境保護相關呢 或者是對於永續的經濟啊經濟成長是有這個價值的 大家只要把自己的價值願意分享給大家 那就可以免費的用這個場地來辦任何的活動 所以大家在進這個場地的時候 往往就會發現有四五個不同的活動正在發生 但他們中間彼此都是不同的社群 甚至完全沒有什麼互相認識的必要性 但是因為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共享了這個好吃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些論點啊大概一個月之後都忘了 可是好吃的東西很舒服的這種互相相處的感覺 一定會記得下個月還會回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可以累積出更深厚的就是對你正在做的事情 原來還有別的角度的這樣子的看法 所以我想學習不是只是知識性的學習 如果是知識的學習的話 確實自學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麼樣產生價值產生意義 這個我覺得還是需要更多的互動才可以 有三十二朋友們問說 關於對岸 這裡講的應該是指太平洋嗎還是 OK 太傻了 OK 關於對岸 有很多的網軍一直來各他網站留言刷存在感 不知道台灣自己是不是有網軍在對抗 非常好的問題 我沒有自動電群沒有錯 但是自動電群的工作其實是國安以及資安的工作 Cyber Security 的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邊在講雙留言的 我們叫做內容層 但是我們的自動電群所做的 它是基礎層 就是連線層跟這個 Physical Layer 那底下的這個東西是基礎 如果這個東西鬆動的話 上面所有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去運用 但是在上面就屬於內容 或者應用的這個層面 這個並不是我們的國軍的自動電群的管轄範圍 這個是很具體的回答 那不過呢 我們也理解到說 其實就是刷存在感的這件事情 大家看的時候會 每個人的看法會不一樣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說它很容易讓人就失去焦點 本來你想要認真討論一件事情 但是就刷一大堆這個刷存在感的 所以到最後就沒有人想要討論認真的事情了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自己會加自己的平台 這個麥克魯漢講得很好嘛 不要恨媒體自己做媒體 那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你覺得某一個媒體環境不好的話 那不要去complain它 你自己經營一個更好的媒體就是了 那這裡面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 不要有針對別人的留言的留言的功能 就是不要有一個reply button 我們在設計的所有的現場空間 不外包含今天的slido 那diver or show的join平台等等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你只能按讚 你不能夠按回覆 因為如果能夠按回覆的話 就算是這個問題很有道理 底下就會跟著這個很有道理的留言 然後底下就會洗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可能會填貓咪圖片之類的 或者別的表情包啊什麼的 那但是呢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不要很認真地討論這個題目 那目前以這個空間的設計 即使你覺得某個問題不好 你唯一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你提核更好的問題 希望別人把你推上去 就只有這樣子的做法而已 所以你就不能夠去破壞掉這個問題 你也沒有辦法指名道姓的去回應它 實際上都是匿名的 也沒有指名道姓可言 所以呢 我們現在經營的平台呢 然後比方說join平台 再join.gov.tw 去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這個平台其實非常多人用 台灣2300萬人 已經超過500萬人 在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上面呢 包含這個 沒有討論是 好 那沒有關係 包含一些地方政府 然後呢 還有一些這個 不同的跨院的朋友們 好比像說監察院審計部 都會來用這樣子的平台 那監察院審計部 其實是讓我們很羡慕的 就是說 每一次呢 那大家知道監察院是做什麼 監察院就是來確保行政院 沒有做壞事的一個院 那這樣子的院呢 它到底為什麼要做公共參與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呢 之前每一次 動不動就300人以上 這可見提出疑慮比動說 建議他們要容易很多 這也是人之場景 那然後呢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疑慮 收集起來 整理前 像剛剛那個社企大樓 整理前9個問題 9個問題呢 都是非常的well reasoned 然後就說 這也不是我們要卡住行政院啊 那而且說人民有這些疑慮嘛 那所以負責社會企業的整個就是我了 那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說法 那所以呢 我就必須要給他們一個說法 9題都要這個具體的去回答 回答完之後 他們說好 那我們就按照這為這個說法 不是我們決定呢 去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然後回去去跟這些 發表過疑慮的朋友們說 你看監察院有沒有做到事情 所以他既沒有擋住行政機關 也沒有辜負中央的政策 而且還解決了人民的疑慮 是一個三面討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審計部是非常的會用 我們這樣子的系統的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面同樣的 就是說 好比剛才講說 在底下寫留言的這個問題 但是呢 其實當我們發現 我們把討論的題目 已經很明確的框定在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的個案計劃 也就是每一個不同的行政院的部會 一千三百多個計劃 隨時他的執行情形 都能夠讓大家進行討論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其實並沒有什麼人會來洗流眼 因為他不敷成本 他需要先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呢 才能夠提出有意義的見解 所以呢 其實這邊的討論比值是非常高的 那有些社會關注的 像金門大橋建設計劃 是交通部的 因為社會很關注 所以我們是每個月更新嘛 就是政院管制月報 那在這邊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看到哪些標案做哪些事情 這些都是完全透明的 那不過比較有趣的是 他有一個累計的預算達成率 然後但是我想 大家不用是學生記得 就知道說累計不應該往下掉 但他還是往下掉的 所以我們底下就會看到 有一位朋友就留了一個言 那當然他拼字不是很規範 但是就是說 就算他拼字不太規範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說圖是不是有錯 那我們的承辦的同仁呢 就非常高興 就是說 終於這個他可以很完整的去講說 廠商沒有做好 然後我們現在起來 現在不能改善 常常把錢吐回來給我們 然後我們又再去找新的廠商 所以這個也成功找到了 所以他就很詳細的做這樣的說明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他以後就不用再說明了 以後大家Google金門大橋英雄什麼 大概就會看到這一頁 而且即使他以前這個 可能一通聽電話講啊 每一通都不知道前面三十九個人 已經講過一樣的事情啊 現在他就可以不管誰寫信來 他就一個黃指過去 說我們先看一下情況 真的有什麼要追問呢 再來追問 所以這也跟一般的社群網路有兩個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說他有一個明確的討論的對象 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是繞著金門大橋這件事情來進行討論 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充分的理解 或者是像審計部 他們要討論一個新的行政部門的革新案 那第二個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討論的規則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不會有那個動機去洗版 因為洗版你也不會就是得到其他人的注意力 他是沒有辦法讓人就是彌補那種很空虛 沒有注意的那種感覺的 因為就算有五百萬人在使用 大家都是分在各個自己感興趣的 好比像說連署的提案啊 或者是法規的預告啊等等的這些方式來進行討論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就完全沒有去來亂的這樣子一個空間 所以重點倒不是說我們需要培養自己的網軍 我們需要培養的是自己的網路空間 然後在這個網路空間裡面讓正向的 或者是至少是有收斂的這樣子的討論變得比較有可能 有三四位朋友們問說 總統市場議員公投啊 可不可以用網路投票啊 有沒有什麼看法 確實這次大家如果有排隊的話 大家都會想說我們能不能用數位技術把它稍微改進一點 那如果在場有人竟然有當選務人員的話 這個我對您至上最高的敬意 這次願意當選務人員 然後下一次還願意當的人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對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觀察 就是說重點倒不是說我們要透過網路投票 才能夠讓排隊的問題這個減少 我們很可能要做的事情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把這個能夠投到那個點位 弄多一點 因為事案嘛 那我們中選委會現在甚至有在想說 是不是限制他的字數 因為我們發現最大部分人花大部分時間就是進去 然後看到你是否同意的限制的廢止 還是你是否同意什麼東西的 然後就不是很了解他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就花了很多時間在閱讀 那閱讀的時候旁邊後面的人都在排隊嘛 所以這件事情說第一個我們會在字數上做一點縮小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票庭弄多一點 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有兩倍的票庭 他排隊人數就可以消化掉一半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可是選務人員呢其實計票唱票 這件事情也是相當的疲勞的 那如果有20案公投案的話 那大家又要更晚下班了 那所以我們確實也在想說 那是不是計票的過程裡面 可以帶入一些諮詢技術 因為現在其實像你畫 就是考試卷答案卡 是否是否那種答案卡 你放到像點超級裡面的那樣子的 光學計票的軟體 其實這個是已經非常成熟的一個技術 就是點超級的那個技術 那而且如果你覺得 這個機器它是沒有網路連線的 如果有什麼懷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隨機取樣 然後讓電腦數一次 然後讓人點一次 因為那還是紙本的票嘛 它並不是別的東西 所以其實一定程度上也許可以取信於人 所以當我們現在想引入技術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在想這些比較 稍微土一點的啦 但是是具體的去讓大家的生活的 就是過程可以變得比較舒服的 而比較不是說透過網路去投票 因為透過網路投票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知道你在網路投票的時候 說你旁邊有沒有別人 旁邊的人手上是不是拿著槍還是鈔票 那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投票的秘密性是非常難保證的 那即使是像艾莎尼亞 它這樣的地方 你的網路投票都是在事前投票 你的投票當天你還是可以去投票庭 然後投下秘密的一票 蓋過你以前的網路投票 所以像這樣子的過程還是有必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純粹只能網路投票的話 那其實大家對於在投票的那個情境的當下 並沒有那麼容易去掌握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網路投票一定不好 但是網路投票不能夠去取代掉 有一個實體的秘密的一個投票出所 有三千多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對這個不知道是美洲大陸還是澳洲大陸 人臉辨識的應用有什麼看法 那如果用在好像是美洲大陸 如果用在美國和台灣 會碰到什麼問題 我想人臉辨識它的應用有非常非常多的應用 但是最大的一個差別還是說 就是像這個辨識的過程 是不是完全是在你跟這個機器的中間 還是這個機器又會再去連到別的地方 然後去做更多的應用 像我目前這台iPad 它就是Face ID 它是刷臉 這不是我在炫耀的時候 我在加拿大先賣的 那就是說它的 你有人力辨識並不是沒有 但是呢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保證 就是說它去做人力辨識的這個晶片 它並沒有連到它的網通的那個部分去 那它的這個人力辨識的profile 它是留在這台機器裡面 而且這台機器跟我中間是 有種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個人運算的這樣一個關係 它不會把我的這個臉 去加入我們很多人的這個資料庫 然後去做出什麼統計啊分析啊等等的 這個人力辨識就完全是在 我跟這台個人運算裝置中間的事情 那如果它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而且也有第三方的audit等等的話 我並不那麼排斥人力辨識 因為它就是讓我能夠更快解鎖 我的iPad的這樣子一個技術 那我會反對的是什麼呢 是說如果現在有一家公司 它說它只是做這一件事情 但是事實上它違反了我對它的信任 然後呢它去把我的這個人力辨識 去放到一個別的地方 那去做我們叫做目的外的利用 意思就是說它本來是做一件事情 但是呢它沒有問過我 我就去做了別的事情 那這個呢不管是我們的個資法 或者是歐盟的或其他的 大概都不會允許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個人資料 對我來講並不是一個資產 而是它是一個關係 當我把我的個人資料放在這個晶片裡面的時候 我跟它中間就開始了一段關係 那這個關係包含說 它答應我不能做事情不要去做 包含我可以隨時去問說 那它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處理 那如果是我去整容 我要能夠去更新它裡面的那個資料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必須要不斷的能夠去問責它 就是說去問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負責 那它就必須要當責 那當責的意思是主動的去告訴我說 那它去用怎麼樣的方式去利用這樣子的資料 中間這個資料它的更新刪除解釋等等 這些權利都是各自法賦予我們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它能夠一直維繫著這些承諾 那這樣的話當然我們關係就越來越好 我就越來越信任這樣子一個處理者 那如果它在中間破壞了這樣子的信任的話 當然我就不會願意把我的個人資料交給它 所以這裡的重點倒不是說 特定的技術怎麼運用 而是說它運用的時候 有沒有足夠尊重這個中間的信任關係 那這個信任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技術大概都只是輔助而已 有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二十年之後我個人跟智能機器 包括數位系統 AI智能機器的競爭力 個別的強項跟弱項會是怎麼樣 其實不要說二十年之後 大概十年之後吧 個人的競爭力這個概念很可能就會消失了 那我們在新課程裡面 已經完全不去強調個人的競爭力這件事情 我們會發現說 越覺得要強調個人競爭力的 它越容易被極其淘汰 因為當你能夠個人跟個人競爭 就表示是說 你是把人投影到某個很線性的東西去 然後說你在這條跑道上面跑得多快 然後騎車就開過去 別人跑得多快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把這個跑道劃定的時候 其實是把每個人之所以為他自己那個獨特性 把它去線性的投影壓縮抹煞 變成只剩下這個可能一兩個這個值的這個一個一個 一個Vector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人之所以為人的部分是完全被去掉的 所以我不會否認說團體跟團體 甚至是社會跟社會 國家跟國家 當然之前還是存在競爭 但是個人跟個人 其實如果你越強調競爭的話 反而越不容易有 像剛剛講的自發互動公好的這種 團體的動力的出現 就會變成一盤散沙了 那一般散沙大概在現在並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覺得說智能的機器 它當然還是會有它的我們叫utility function 就是說它覺得做什麼事情是值得做的 它做得比它的上一個generation更好 這個競爭力在機器上還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人類大概就不會再有個人跟個人中間有競爭力的 這樣子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有一位叫做智慧城市黑客松的朋友 現在是想要業配 那個是說想請用這個 政委對於以太幣的一個看法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太方被寫成以太幣 說不定是幣圈的朋友們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看了非常多以太方的應用 但是我倒還沒有看到什麼以太幣的這個應用 意思就是說Ethereum它當時被發明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可以去做我們叫做分散式帳本裡面的自動運算 就是所謂的智能合約 那這個部分的特點就是它可以很便宜的就買到一定程度的責性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分散式資料庫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沒有辦法被篡改 而且呢如果至少有人要散開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發現 我這邊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空氣盒子 這邊可能有朋友知道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大概兩三千塊台幣吧 或不到的 你就可以去量像PM2.5等等的空氣品質的這樣子一個裝置 那這個不是只是量測自己的附近的空氣品質 而是它會上傳到中原院LASS的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再透過這個應該是零食政府G0V的視覺化的這個平台 大家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全台灣的這個數位落差的 全台灣的那個空氣品質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哪些地方的空氣會比較好一些 然後哪些地方的空氣最近可能會比較這個不好等等 那這個其實是台灣特產 因為我們在附近的所有的其他周邊的這個 這個經濟體裡面我們去分享的時候 他們都說為什麼你會願意讓兩千多個人去挑戰環保數的公信力 在我們這邊不要說兩千個 二十個就要喝茶了 兩百個就要茶水表了 兩百個茶的水表如果還不願意加入政府 明天就消失了 那因為這真的是非常挑戰政府和公信力的一個東西 那因為台灣是整個區域了 就是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最開放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政府看到這種民間的社群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就是打不過打不過就好加入 要怎麼加入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打不過就加入的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像社群告訴我們說 這個真的是數位落差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環保數就也加入他們的網路 可能是用這個更好一點點的偵測器 還是很便宜的濕度做過校正 然後去補上他們的不足 那公園也正在開發說有沒有更便宜 但是也是更精確的可以給社群來使用 甚至社群說我們希望在這邊有一個觀測點 因為這樣子境內跟境外比較清楚 那但是呢其實社群不可能在那邊加一個空氣盒子 就算你用無人機他們電還是會掉下來 但是政府可以啊 因為我們要設置縫離發電機嘛 縫離發電機不缺電嘛 所以在上面他一定有24小時都可以去運轉的 這樣一個空氣盒子可以加入大家的整個網路 那但是呢這個國外的朋友就會很好奇 為什麼聽起來就一片和諧 好像是說這個民間的社群環團啊 完全相信政府不會去竄給大家的數字 這個數字可以這個集中到國網中心的平台啊等等 那所以我就跟國外的朋友分享說 其實這也是好像是成功大學的這個 這個分散式帳本的實驗室的朋友們 是把每一次這樣子的數字 它在做出來之後 在上載到國網中心之前 就先存到分散式帳本裡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國網中心如果要篡改大家的數字的話 立刻就會被發現 就算國網中心有非常多的高速運算電腦 還是沒有辦法去對抗整個網際網路的算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國網中心就不會傳給大家的資料 國網中心本來就不會傳給大家的資料 但是因為利用了分散式帳本的關係 大家都可以相信國網中心不會傳給大家的資料 那這件事情就是我們運用分散式帳本 來這個進行大家的責心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端 所以現在那個社群除了攻擊品質之外 我們就是把所有沒有個資疑慮的 因為空氣啊水啊一條河不會跑出來說 你量我的污染是侵犯我的個資嗎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所有這些沒有個資疑慮的環境資料 透過分散式帳本的責心 我們現在就是用國際通用的一些 就是SensorThings 這些API 去分享給國際 不管做席後面前做災訪 做這些的朋友們去進行 加值應用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分散式上面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用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用法 所以我這邊想要回答 就是說我們透過智能合約 我們透過分散式的帳本 我們確實可以把一些 我們以前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去audit 去集合去審計的這些工作 因為我們都是事後審計嘛 把它放到事前 透過分散式帳本的一些數學技術 讓大家確定說 一開始就沒有作弊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當然你事後審計的成本 就大幅降低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用 但是作為這個 就是如果是一種交換貨幣的話 那其實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 就是在公務裡面啊至少 有這樣子的一個用法 不過呢 如果你有想到用法的話 歡迎到金融創新實驗查核 來進行申請 我們是不會擋住你的運用的 但是我們自己在運用的時候 還是主要是怕剛做分散式的帳本來運用 有三四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問題比較強 常聽到艾亞與機器人 肯定會取得原理工作 例如智能與迎客服 工廠自動化生產器 正面來說艾亞與機器人 可以增加產能 並且創造出更多產值 但是負面來說 這些技術 是否也可能會帶來 社會資源的更加不平均 手術熟悉或能夠使用這些技術的人 可以掌握的資產資源會更多 而第三人類的價值會更加的被剝奪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任何技術都是這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開發這些技術的時候 我們特別強調最右邊的這件事情 這些都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一共有169個 就是全人類都統一說 我們到2030年就要做到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的工作作為數位政委 大概都是在第17項或第16項目標 是比較多的 第17項裡面特別講的就是17.6 就是我們簡稱Open Innovation 就是開放式的創新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像剛才的空氣盒子 我們在推薦國外朋友們使用的時候 不是用一種好像殖民者的態度 你只能透過台灣的這個軟體跟硬體 然後你只能夠這個受我們中央控制啊 什麼之類的 完全不是這樣子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在GitHub上面 下載空氣盒子相關的所有的軟體 他自己有一片Raspberry Pi 還是有一片什麼東西 最後他自己接幾個Sensor 自己就加入了空氣盒子網絡 甚至他自己還可以做他自己的播放中心 他只要給他那個預設上傳的網址就好了 不過大家都很懶啊 所以還是上傳到中研院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雖然有這樣一個國際性的網絡 但是我們並沒有說 大家一定不能夠去改做它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些技術是我們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是恰當的世界的應用在他想要應用的那個地方 而不是好像被少數人去控制說 只能用在某些地方 那我常舉一個比喻 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機器學習 其實就很像當年火焰的發明 大家都覺得說火焰的發明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那火焰呢 它其實就是用來煮東西的這個功能 它其實是把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消化的這個前置作業 把它移到身體外面批次的去做 所以這樣子一餐吃不完的 就可以煙燻啊 可以辣肉啊 怎麼樣 可以儲存嗎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文明就慢慢慢慢形成 那火焰呢 也是有它的危險性 那可能以前整座城市就被火焰燒掉之類的 但是呢一個成功流程下來的文明 它解決這件事情的方法 不是只讓火焰給少數的祭司 怎麼去使用 而是確保大家在年紀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就上家政課 意思就是說 就掌握到火焰的使用方法 然後而且 願意去分享這個火焰的使用方法給大家 那它的危險 它在哪裡可以使用 怎麼樣子會燒起來 怎麼樣子才是防火的建材等等 是整個社會都知道的事情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技術就變成我們的社會的一部分 而不是變成少數人用來載製多數人的工具 那些文明到最後大概通常沒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現在機器學系確實是一個像火焰這樣子 把我們一些認知功能 或比方說我們看到一個圖片自動冒出 這是什麼形狀的東西 或是我們看到英語的這個就是字樣 然後我們在那裡冒起來一個翻譯 或看到一個人臉 然後說它是誰誰誰 這些部分確實目前一個一個都從 就是大腦中枢裡面移到外面去批次處理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每一個小孩 每一個學生都知道說 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去改的 你可以自己去操作的 你甚至不需要去問過別人 你自己也可以去探索它的邊界等等 那像自駕車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大家聽到自駕車的時候 想到很可能是轎車或者卡車或者是貨車 那但是我們在射撞中心的時候 自駕車都是三輪車 那這些三輪車呢 這個雖然同樣理說跑得快 但是跑得很慢 那跑得很慢有個好處 就是它撞到什麼東西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呢它的路權跟行人一樣 那你看到這些自駕車在我們視窗中心跑來跑去 慢慢就會覺得說 那這是一種新的物種 那我也可以來改啊 比如說它感到緊張的時候會閃紅燈 那也就有北科特的朋友們說 那不要閃紅燈 我們改成一圈光線啊 或者掛一個什麼貓臉狗臉啊 或什麼東西 總之就讓它更容易跟大家去溝通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就是因為它的著作財產權 當年MIT Media Lab 是採取一個分享的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用開業的方式去改作 所以這些無人的三輪車 當它空降在這邊的時候 就不是麻省理工學員的朋友 來決定台灣怎麼使用這些AI的技術 而是任何人覺得說 我要到建國華市買個花 把花盆放在這個三輪車裡面 它陪著我逛華市 到最後我自己坐上去 然後把我送回家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user journey 那或者是說想要去做觀光的朋友們 這些可以當做導覽啊等等 都是在實際的生活的需求裡面 去測試我們跟AI之間 怎麼樣互相共處的這個邊界 那這樣大家想到 就不是紅水猛獸 而是大家可以彼此馴化的 這樣子一個關係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norm 就是社會覺得怎麼樣子 是正常的這件事情 如果是大家都可以去改作 大家都可以去互相這樣子 測試的話 那就不會是掌握在 所謂少數的技術者的這個手上 那其實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就是所謂的金融沙河 或者是無人載具的這個沙河等等裡面 最強調的就是它的資料 它的創新等等的共享 因為只有在大家都能夠去參與 這樣子一種新的物種 怎麼樣融入社會的過程 那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那社會要怎麼樣容納它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少數一些人來決定大家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的重點 倒不是創造出多少的產值 所以重點是說 這個東西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任何人他只要想學 他就可以覺得會 任何人想要覺得說 這些互動的方式 他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就可以實現這些新的想法 當然翻譯到政策裡面 就表示說每一所高中 都要有寬頻的網路 都要能夠連到國網中心 如果要有一些GPU的一些訓練 如果你要做的話 能夠免費或非常非常少的這個錢 就可以去使用 然後是不是有一些教材教法 是已經融入這些 無人的三輪車或類似的東西等等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 在政府裡面要做的工作 但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不要讓任何一個地方的人 覺得說好像AI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被AI決定的 重點是放在AI的民主化這裡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Google大師的心情 讓知識獲得的方式改變 大部分人不會深入專研 知識背後的意義 變得淺疊心態 人人好像是專家 但是其實不夠深厚 國外有人提出 Death of Professionalism 就是專研之詞的概念 我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這當然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越來越容易知道說 某一件事情 它在通俗的看法是什麼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 Google看第一眼的一些 就是詹要 然後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從眾的這個 成本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呢 事實上也不是只有Google 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 像我自己最喜歡的社群 你可能覺得我要講維基百科 但我沒有要講維基百科 叫做Archive社群 Archive有很多家分號 和比像說這個工學的可能Archive 社會學的可能叫做Social Archive 之類之類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 這個你就把它想成是類似PTT吧 但是它的這個Po文呢 都是Paper 然後呢 它的這個同差審譽呢 就是直接架在這些Paper上面去做 所以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挑一個我完全不懂的一個領域 好像說這個 舉例來講 我就 亂數按一個 好吧 隨便按一個 這個 形式語言 以及automata theory 剛好是我的領域 好吧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最新Po文 我們就看到每天都會有好幾篇Po文 然後呢 這個Po文呢 你就按一下 你就會看到這個Yun Po 它的這個想法 那它在上面有很多的overlay的一些審閱的機制 那我的休閒之一就是我會去追這些reference 我一開始可能看不懂 但是我追到大概第三層reference 大概就會看懂到一個程度 那如果你養成了 快速看這個Archive.org 或者如果你是學社會學的 這邊有Social Archive 我們辦公室還有在上面發Paper的習慣的話 那其實就不會覺得說是前提性的 因為就算你只看abstract 這些abstract也是大家在同宅宣言過程 已經花了很多力氣寫的那個abstract 所以你越看越會知道說 我們叫做state of the art 就是說這個領域最新的進展大概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現在看覺得是天書的話 沒有關係我看也覺得是天書 但是如果花個三四個小時慢慢追reference的話 就會了解到他大概想要解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講的就是說 就好像剛剛講的這個洗版啊什麼東西 它可能只有在設計的 就是鼓勵大家浪費時間的那些平台上面 才能夠去做到 那我們如果鼓勵大家對於政策提出疑慮 對於政策提出建議等等的平台上面的話 大家時間就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上 所以同樣的是Google 其實Google也有Google scholar search 就是學術搜尋 你用學術搜尋 大概就會跑到像Archive這樣子的一個社群來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認識的新朋友 或你會PO啊或怎麼樣 他們基本上都是研究者 那你在討論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真正的professionalism 就是在那個領域裡的事情 可是他又沒有排除掉 所謂非專業者的參加 事實上當時我在14歲 就是1995年的時候 之所以會跑去跟我國中的校長說 我明天不要來學校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告訴校長說 校長以前都跟我說 我以前一定要科長 然後保送 念最好的高中 最好的大學 然後考GRE 然後去我喜歡那個教授研究室 然後他要願意收我當學生 我才能跟他一起做研究 可能要花10年的時間 但是我那時候就跟校長說 沒有啊 我在Archive.org上面 看到這位教授的paper 然後我覺得他哪裡寫錯了 我寫個email去給他 他馬上就開始跟我一起做研究了 完全不需要考到他的研究室 事實上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他也不知道我那封英文 心花了很久才寫完 對他來講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研究者 他就是跟另外一個研究者 在激情討論 所以校長做了一些審計工作之後 發現我講的完全是真的 然後他就說 好啦從明天開始 我幫你滿著教育去 你就不用來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開放的社群 它確實是讓所謂的 professional circle 把它擴大了 就你不需要是專業的在學院的研究者 你也可以發paper 但是反過來講 他讓大家對於這個專業性的要求 到底什麼是peer review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是更突然的了解到這件事情 當然如果覺得這個archive 就有點太窄了 那當然危機百科社群也歡迎你 開放截圖社群也歡迎你 但是有沒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 都可以讓大家是在一個有貢獻的情況 而不是好像是看了一些摘要 然後人云亦云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潛諜當然是真的 但是在這個潛諜裡面 有非常多的別的社群 每個都是很深的坑 不小心就掉進去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重點是要找到這些坑 以及中間的這個根系 而不是說好像一直停在這個潛諜這個情況 有一個朋友提出一個程序動議說 無痕流來是可以刷贊 大家加油 這個是真的 歡迎大家刷贊 有30個朋友說 AI的成長會受限於當下的社會價值關係 人文素質嗎 當然是會的 其實AI或者我其實同樣都是說機器學習 但是隨便吧 AI它的這個訓練的過程 其實就有點像是帶小孩一樣 你讓他多看什麼東西 他就會形成那樣子的一個偏見 所以AI BIOS其實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研究的學問 而且這也跟目的內目的外的利用有一點像 就是說如果你是本來收集的資料 即使做某一件事情 好比像說ImageNet 大家可能知道 本來是用劍門鋼木刻書中 不是那樣的 但是就是一個taxonomy 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要告訴機器說 事實上有哪些東西 它本來是做這個用的 它不是用來好比像說 判斷這個人臉的這個樣式用的 所以它沒有特別去注重說 它裡面的人種的均衡性 所以一開始用這些corpus去訓練這個captioning 就是看到照片 然後自動下標籤的 這個是 你要怪這個AI嗎 不是這個AI的問題 因為它的ImageNet裡面 確實它沒有顧慮到這個人種的平衡 所以裡面的就是黑人的數量 可能還沒有大猩猩來得多 那所以如果AI從小就是看這些東西長大的話 那他看到這個當然會把它分類成大猩猩 可是這個就讓所有人都警覺到說 重點不是你給他多少資料 重點是這個資料多好的反應 大家的這個社會的周遭 所以像現在已經有一些大的團隊 已經在試著就是去correct這個bias 比方說如果是不要說 因為是一般的這些大的圖片集裡面 提到結婚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就是穿白紗等等這些婚禮 那而比較沒有這個這個什麼封關蝦皮啊 或者是印度士穿sari啊或者穿什麼 所以就會造成說它辨識那些wedding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弱 然後它反過來就會變成是 你如果想要被辨識成wedding的話 你最好穿個白紗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反過來去改變人類行為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很有意思的去收集說 那大家又不願意貢獻出更多 就是跟自己切身相關的 比較像的這些corpus 而不是用少數的corpus 然後去外推 去extrapolate 所以我自己呢 也有貢獻非常非常多的聲音 到這個Mozilla Common Voice 那Mozilla Common Voice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去確保說大家在 你可以聆聽 會不會太大聲了 我剛剛放了好像會太大聲 我現在沒有聲音了 Anyway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邊有非常多的corpus 然後他會把它切成一句話一句話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聽每個人錄的聲音 到底是對的還是不是對的 然後呢去進行就是classify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也可以自己看著這些話 然後呢就可能要開一個app 然後呢去捐出自己的聲音 那這個目的就是說 就是說像我以前在做Siri的時候 我們都是請就是專業的聲友嘛 來錄製 但是就會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說除非你要自相中的標準 不然的話他的辨識的能力 就不一定非常的好 反過來講就會 他會讓用特定就是腔調的朋友們 更容易去使用這個 而且去讓用不同的腔調的朋友們 好像被迫要放棄自己的腔調 如果你要用這些voice assistant的話 那Mozilla Common Voice的目的就是說 你就用自己最自然的腔調 捐出自己的這個語音 但是這個情況下 他這整套資料庫都是沒有著作權的 他就是會重新calibrate 重新調教所有這些現有的 Alexa, Siri, Google Assistant等等這些 去讓他更好的反應 我們各個地方不同的強調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很值得去做的 那當然包含這個我們知道 台灣台語台灣客家化 這個原住民族 16種不同的民族等等這些語言 我們現在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累積新的資料庫 那我也很高興立法院才剛通過 就是對於各種原住民族語言 去累積這樣子資料庫的一個 基金會的這樣一個法案 所以我想重點是說 這個原文數字跟社會價值觀 並不是誰去決定的 而是大家看到AI的時候 就要反射性的一種想法說 那他是不是把模型人排除在外 他是不是一開始的那個simple 就有所謂的偏見或者偏誤 那大家能不能夠透過 像剛剛講的那些群眾智慧的方式 去結合人工智慧 那群眾智慧跟人工智慧 本來就是互相加強的關係 但如果只有人工智慧 而沒有群眾智慧的話 那非常容易就是有系統性的偏誤 會不斷的加強 Elon Musk曾經在訪談中表示 應該對於AI有所約束 那我對於是否應該立法 約束AI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想AI就是一種技術 那所以重點還是說 這種技術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先在一個小的地方 像剛剛講的無人自家的三輪車 慢慢到一個封閉式的這個場域 然後再慢慢的這個長 長到更大的地方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sandbox 就是在一個有限的風險的情況下 讓大家去進行測試 那這個測試的過程裡面呢 它可能會挑戰到現有的法律 但是呢 並不是說我們的立法局 約束AI 而是說我們在AI 跟社會共同演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慢慢的去調適 我們的所有的平台經濟 這個金融創新 自駕或者5G的等等的相關的法規 然後讓這些社會創新來引領 法規的創新 所以舉一個例子 像立法院剛才讀過 沒有多久的那個無人載序 創新實驗條例 那就是由經濟部所主導 那所以任何人 只要有一個無人載序的想法 你可以開一開飛起來啊 或者在這個海裡 然後就跑到岸上啊 因為從經濟部角度來看這些都一樣 他們不是交通部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只要覺得說 它真的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可以促進地方創新 那我們就願意為了你 來這個犯法 不是犯法 來這個做一段法規的實驗期 那實驗期裡面 就用你所propose的這個版本的法規 來run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一年的時間 讓大家都有第一手的經驗之後 一起來判斷說 你想像中的這種新的法規 到底有沒有比本來的狀況 對社會要來的好 那如果有的話 你的版本法規就變成這個法規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幫忙付合學費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為什麼哪裡不好了 那下一次 就用一種新的方式來進行創新 所以重點倒不是說 我們立單獨的法去規範AI 而是我們立一個框架法 它就是叫做沙盒 那這個沙盒就是有系統的 鼓勵大家來違法 不是違法 來提出新版的法規 然後讓這個新法規可以與時俱進 那這裡面當然我就要念一些小字 就是說 不過如果實驗裡面 涉及洗錢以及資助恐怖分子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不能實驗 但是除了洗錢和資助恐之外 你可以去挑戰任何其他部會的任何法規命令 那這也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我們是大陸法系裡面 就是目前唯一一個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陸海空區 讓大家都可以挑戰各種不同的法律 那如果立法院需要更多時間 他們就可以花四年來進行審議 但是在這個四年裡面的營業模式的實驗都可以繼續 所以在那個區域裡基本上就是壟斷 在這個情況 因為別人還不合法 只要你在做實驗 那但是當然立法院真的把它合法之後 競爭者就會進入市場 可是這個時候 當然大家就已經具體了解到 這個新的肺炎要怎麼樣融入我們的社會 那如果當然它到最後沒有辦法融入的話 實驗就失敗 可是其實因為只有一年嘛 所以也沒有失敗可言 就是我們知道的一種方法 它是不work的 那大家都學到一些事情 那下一次再用換一種方法來進行實驗 所以這個就是不斷的實驗 然後技術帶領法規 法規再回過頭來告訴技術說 你的參數怎麼樣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然的話在馬舍聯工學院 他們其實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無人車啊 就是當它這個必須要這個造成的人 就是人的傷害的時候 因為它上手會撞到一個人 不上手會撞到另外一個人 或怎麼樣的時候 那每個社會的接受的程度是怎麼樣 那大部分的 尤其是在MIT附近 都覺得說我們要優先這個保存這個小孩 那如果是這個年紀大的朋友的話呢 那就這個應該要讓給小孩 那但是呢 在所謂的儒家文化圈 就是台灣和日本這些地方 是完全反過來的 大家都覺得要保存老人 小孩就隨便 那現在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可能因為我們說要讓做給老弱婦孺 所以腦裡自動內化了 就是老最重要 然後弱 然後婦 然後孺 他們測試出來真的就是這個狀態 那但是呢 這個都是填問卷 實際上我們看到一台自駕車 實際上看到一個模擬的狀態的時候 很可能我們會有不同的道德直覺 而且很可能我們在意的部分 不會只有老弱婦孺這些部分 會在意很多別的部分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是比較屬於 道德或倫理的部分 大概都要大概有第一手經驗才能夠判斷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會在 就是速度很滿 狀況人員不會怎麼樣 等這個時候就讓大家來一起參與 來一起設定 而不是好像某一個地方的價值觀 一定會空降到就是台灣這邊來 有31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請問SARS語言跟R語言 未來的發展趨勢的看法 我其實我非常坦白的講 就是說我只會很基本的R 然後我從來沒有用過SARS 所以我不覺得我Qualify回答這個問題 我一向都是學所謂的程式語言學 所以我在做語言 像做Pro-6做這些的時候 重點是它的所謂的Multiparathon 就是多個範式 不管是函數導向、物件導向、面臨導向、邏輯導向等等 我們要讓它能夠自圓其說 就是任何人用某個範式寫的 他別的範式寫的也要能夠翻譯 要能夠看得懂 所以我是對於這個東西 我們叫Meta Model是比較熟的 但是對於特定的Implementation 特定的實作 以這些實作在產業上面的應用 其實我就是跟大家 可能還不如大家 我就是看Paper而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並沒有這個經驗 我就是很誠實地跟大家講 所以我以社群來講 當然我們在社創中心 整天都有這個R-Ladies等等的這些社群 來隨便辦活動 所以我至少可以分享說 若你參加活動的話 這個R社群是非常恐怖的 至少在我碰到的地方 而且有時沒事我們就會一起吃個飯之類 但是SARS社群可能它是比較在學院裡面 或者它已經在實際的應用場域了 所以比較沒有在社創中心被我看到 但這個是一個非常snapshot 就是是從我的角度看的一個快教的一個見解 就好像是說R很容易就是玩Caggle啊 玩什麼東西 就碰到一些社群 那SARS在我的這個有限的體驗裡面 比較沒有碰到用SARS的這個社群朋友 但是在好像衛福部吧 反正就是我們在部會裡面 自己有一些資料分析團隊 那他們是有的是用SARS 這個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沒有跟他們一起吃過飯 所以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這是我自己很少數入了之後 對社群的一個看法 那但是我想這沒有辦法代表 對於這個語言未來趨勢的任何事情 我就是分享我的具體的第一手的經驗 這位朋友這個很感謝他的這個貢獻 不過Archive是ARXIV 有一個X的 他是這樣拼的 對 非常感謝貢獻 好 OK 有三三位朋友問說 請問我平時閱讀哪一些類型的書籍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讀物 這個 我應該要這個開Kindle出來給大家看嗎 這個書籍 對我 對我真的剛剛才看這個 這個是加拿大他們 叫做Inclusive Innovation 就是說怎麼樣子讓他們的創新 可以是所有他們的包含原住民族啊 包含這個所謂的這個社會上 比較不會當作是創新階級的這些朋友們 全部的人都還是可以參加創新的這樣一個Strategy 叫做Social Innovation跟Social Finance Group 簡單來講就是讓北社會所可能在工業4.0的這個年代 會被排除的朋友們反過來帶領這個技術的創新 怎麼樣去做 所以我現在正在看這一本 那還有什麼 最近在看 Behavior government 這個也是英國BIT 他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去應用這個統籍科學 那去讓大家了解到說 哪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盡量讓社會的討論 能夠是有把大家注意力集中在值得注意的地方 然後去reinforce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有意義的討論 而不是好像流於這個各說各話等等 那在這裡面有非常多空間設計的部分 那這個是英國的BIT Behavior Insight Team 所做的一個報告 那這個網路上也都有 非常歡迎大家來看 所以我隨便舉了兩個例子 不過這兩個都是工作上面的 就是並不是什麼休閒娛樂 那我現在在看的 大概都是在世界上各種方法 去打破以前的這種線性的GDP 等等這些思維 我們現在在做治理的 大概都知道說 GDP這些已經就是破產了 大概明白什麼 它不反映任何時機的現實 尤其我們附近有個經濟體 非常擅長於這個統計方法 它GDP多少就多少 所以就是說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 再再去用舊的這些metric 但是新的這些metric 好像說永續發展目標 它只是想要2030要達成什麼 它也沒有講怎麼過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社會 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創新的 比較涵容的社會 的這些指標 當然有些什麼人類 就是Well-being Happiness Index 或者是像世界經濟文台說 台灣是四大創新部 這些都非常好 但是這些方法本身之間的共良性 這個是我們現在最關注的一個題目 所以你說我現在在看什麼 大概因為這是我最 接下來一年最最注重的一個題目 所以大概我不管看任何領域的作品 大概都是在往這個地方去集中 那如果你對這裡有興趣的話 這個很歡迎我們交換配品之類的 有四三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對台灣跟中國的看法 那個我通常是從國際太空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最大的一個休閒娛樂就是帶VR 然後看一個叫Starchart的這樣子一個VR的城市 那這個城市其實是蠻震撼的 就是說如果有關心的朋友 就是看星星的朋友 可能手機上已經有裝了 他就可以及時讓你知道 目前的這個星座在哪裡 意思是說任何人看的時候 我們是在一個共享的現實裡面 而不是在我自己空想的那個現實裡面 那我想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當我在發展技術的時候 我們如果更多共享而更少空想的 私個人的這個現實的話 那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到說 那整個社會覺得共同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的工作目標 我兩年前在入閣的時候 我在紐西蘭 然後那時候在跟很多毛利朋友聊天 那就發現到說他們看事情的方法 真的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毛利人他們 好比像說他們的紐西蘭的現法 就是毛利人的一個合約 那他可以把一整條合 他們的第三大合 變成一個法人 然後他在董事會裡面可以有席位 然後呢這個合呢 他可以這個說 這個不能夠傷害到我的利益啊 然後可以就是合神啊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當然他不是真的變成神 而是說有一個這個政府官員 跟一個這個人住民族的朋友們 透過各種各樣子的IoT的這個裝置 讓這條合好像活了起來 然後他可以在董事會裡面 就像別的公司 其實公司也是一個幻想出來的東西嘛 也沒有比一條合更真實 但是總之就是他可以納入現有的法律體系 然後可以讓大家了解到說 本來不能為自己講話的這些環境 也忽然可以講話了 那他們說這個其實是從台灣學的 因為毛利的文化是從台灣難道文化 四千年前這樣子一路流傳過去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會到台灣 我已經接過好幾次毛利團在來台灣 說他們祖靈在這邊 他們要回來看祖靈這樣 所以其實當他有意思就是說 他們說這些東西是台灣人交給我們的 然後我想多久以前了 四千年前 對 所以說這個是我覺得也是台灣的一部分 所以當時當我就是接到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就很受毛利人啟發嘛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英文的詩 然後就是說那我入閣之後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我很快念給大家 所以從我們看到 275元п 那我們看到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有移動和宿療 好可思議 大家可以看到 about human experience.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It will be able to influence our liv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sk, if AI is a human being, there will be a human being. How to deal with AI? AI is a human being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AI is a human, or not a human being, as I can understand why you might be thinking about AI. This is the key to the AI. We want to see AI as human beings, or the human beings as a human being. It is called assistive intelligence. It is a personal computing approach. For example, we used to use a mobile device. A mobile device is a human being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A memory of a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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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part of the part. If we can use it to the part of a part of the part of the part, 未来更多的随身助理等等 当然就更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说好像 它跟你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Personal Computing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你的延伸 所谓Exo Cortex 就是大脑外面的这样子一个中枢的这样一种想法 那这样一种想法 它比较不会有一种好像是人论道德问题 它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平等权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有这样子一种Personal Computer 还是只有少数人用它的Personal Computer 那这个是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处理过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认为宽品或者Personal Computing 它其实很接近用人的权 那所以这个也是台湾的一个 一向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是怕它看错外于我们的 像刚刚那些自驾的三轮车 那马上就会出现说 它在法律上是不是一个主体 或者说它在哲学上是不是一个主体 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生命 就是它的繁衍 那这个我们先不去想它 我们想的是说 那当它做出一些主动的判断的时候 那我们要多大的程度去说 那这些主动判断它可以所谓自己负责 所谓自己负责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事情 其实公司我刚刚讲的 人类的这个发明 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这种主体 公司它在法律上也有所谓的法人格 它也可以做很多行为 它内部呢也有各种分层分工 如果学习工学习的话 它那个一层一层的convolution 或什么东西就很像公司里面的架构 那每一个部分的这个申请人 可能都只做一部分的事情 那加在一起 他在外界可以看到说 这家公司有些行为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那我们能不能延伸 现在对于所谓法人格的 这样子一种想象 然后到时候 那他就是一家具体而为的公司 然后他放在一个 就是放在有一个身体 有一个形状里面 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想的 那但是我要讲说 我们并不是没有认知架构 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要处理的只是说 我们现在说公司重点 不是只是赚钱 就像AI的重点 不是只是把它有贴力方式 做到最好 公司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说 他要透明的治理 他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他要做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概念的出现 都是因为我们发现说 如果你只一味追求 你的有贴力方式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GDP破表 可是环境的社会 都已经被破坏光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对于公司 做的这些讨论 以及这些认知框架 接下来对于这种 所谓有主题系的AI 大概是有很多 可以搬过来来使用的 那当我们这些对话 成熟之前 我们不会让这些AI 真的就满街炮 我们会透过观察 跟透过这个 不断讨论的方法来做 但是在此之前 所有assistive intelligence 已经每天每天都在发生 但这个在概念上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我们还是 就是个人的主题 我们就是能力 透过assistive intelligence 把它这个提高了 有60个朋友们问说 请问如果本身背景 不是城市相关 要如何跨走恋爱领域 如何快速着手 城市的撰写 非常好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要找到一个 你很想解决的问题 然后你去解决它 最好是切身相关的问题 然后你后来就会发现 说城市里面很好学 你如果只是就是 想要从第一个关键词 背到最后一个关键词 那就好像是 你旁边没有讲 英语的朋友 然后你开始背英文字典一样 那个实质是没有用的 所以重点还是 在有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 这个不只是AI 任何城市设计都是这样 城市语言其实并不困难 尤其现在有scratch 这种东西 更是你这个 只要会点击一幕 大概就可以学会写城市 那但是呢 重点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刚才在这个演讲前 我们在休息室里面聊天的时候 我有分享一个世界经验 就我有一个朋友 叫Linda Lucas 她专门就是教年轻的这个 就是女生 然后有些是可能是新手妈妈 或小孩还小等等 去做城市设计 她常常带这样子的课程 就是一个叫Rails Girls 的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个法器人 那她也做很多 就是小小孩的城市教学 那她有一次跟我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说她的班上面 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她小孩那也没有多大 她小孩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 意思就是说 妈妈只要一离开事情 就开始恐怖 别人安慰都没有用 所以她跑去砸货店啊 跑去旁边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很困扰 因为她不断要 这个安抚她小孩 甚至要把小孩带到每个地方 那当大家发现说 她有这样子的具体需求的时候 其实解决方案是 很快就会脑里激荡出来 因为她有带一个运动手环 所以说她就学了 最基本的城市设计 然后把一个简单的 数字的这个显示器 放在她的家里的显眼的位置 然后教她小孩可以看到说 老茶后天在两百步外面 所以妈妈这边会走过去 她会从零到五十 到一百到两百 然后呢买了东西之后 两百会变成一百 然后五十四十三十二十 然后到零的时候 这个妈妈就会回家 门就会打开 那她这样子示范了几次之后 小孩就在那个数字 跟这个妈妈离家里的距离中间 很快就建立了观点性 所以就不会哭了 她就会自己在那边倒数 然后倒数到了 妈就回家了 所以这让她一天之中多了非常多 她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 那这边并不是在讲说 这个运用多么酷多么棒 而是说她一开始就有一个 很强烈的东西 说我不管 我不是要学城市语言 我也不是要学什么特定的硬体技术 我根本不知道 Arduino是什么东西 但是任何能够让我解决 这个生活上面的 碰到的困难的 就是好的真实语言 当你有那么明确的需求的方向 而你只学跟这个相关的时候 只要两个礼拜 我甚至不到 你只要旁边有好的支持系统 一定就可以写得出这种诚实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要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需求 越明确越好 在这个需求满足过程当中 去累积对现有的这些 Toolkit的这些经验 其实现在真的都已经拿包得好好的 大部分的东西 真的像铁金屋一样 就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最后还说 你跌到这些金屋之后 你要去哪里 你要到哪里 这个所谓的需求发现 这个很可能是 最需要先做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65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资讯科技的行业 是不是会无限的发展下去 而任何一个人力的最高数量限制 对一场从事资讯员 但是网页或城市开发的人 未来要怎么发展 才能够赚大家钱 我想这大概是两个 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 人力的最高数量限制 其实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因为任何人都会一点点城市设计 就可以省一点点的心力 你不需要去专业的城市设计师 就算是只会一点点JavaScript 或者甚至不要说JavaScript 甚至会做一些 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叫做 SQLi 因为我非常多的 不会城市设计的朋友 都在用这样子的东西 现在可能已经有新的版本了 好像叫SQLi X 那这个蛮蛮厉害的 就是你可以用PowerPoint 就可以写城市 它的城市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它会帮你不断地抓画面的截图 然后它的语法就是 你看到这个就按这里 然后再看到这个 然后就按这里 所以它的城市是这样子 按这个 按这个 它的讲穿的其实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它就会透过电脑视觉 然后去辨识你荧幕上面的特定的花纹 然后当你以后 比如说你要做自动转账 或者你要不知道选课 要抢选课的系统 我乱讲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 只要是你对电脑能够做操作的 你能够写成一个操作手册的 你就可以去教电脑视觉 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这个真的是 从选课到抢票 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开外挂 而且最重要是说 你完全不需要背关键字 因为它就是看到什么按哪里 看到什么按哪里 看到什么按哪里 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即使你完全不想学任何程式语言 你也可以在用Securi过程中 不知不觉就会了一点点Python 那当然你不知道 你现在写的是Python 你觉得就是在抓图 然后这个自动化而已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问问有没有人力上线 没有人力上线 任何人都可以会一点点抓图 然后做一个这个小帮手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Securi可以说是专门帮忙产生小帮手的小帮手 那我们越多这样子的东西 大家越不会觉得程式设计好是很神秘的 而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容的部分 我们就交给Securi做就好了 那像这样子的态度 其实才是正确的所谓的运算思维 或者是程式设计的素养 我们做所谓的大学生程式设计 并不是要大家到最后都跑去变成专业的程式设计师 而是说大家都稍微斜钢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省一些力气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所以这个是人力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赚大钱的部分 我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你找的 你若是想赚大钱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些冷门的 已经不太有人想维护的系统 然后去把他学会 然后到最后你就很容易就可以赚大钱 因为好比方说2038你要改一些城市 或当年Y2K要改一些城市 或者反正每次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到最后全台湾可能只有你懂 或全世界只有五十个人懂 这个很冷门 但是工业上都在用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纯粹只是想赚钱的话 这个真的是赚钱最快的方法 可是这不表示你的工作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的社群就没有很大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我以前在创业大概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去学了一个叫做AIX的 这个IBM专用的系统 然后里面的这个已经不太有人在用的 Cobo Fulton的这些编译器的这个语言 但是呢大部分的银行或者交易系统 很多都还在用那个语言 所以我就是去写了很多把这种古老的语言 翻译成新的Linux或者Haskell 或者这些内容的这种语言的自动转译的这个城市 那这个超级冷门 可是所有的IBM mainframe想要转到Linux的 大概都要用 所以因为很冷门的关系 所以就很容易就接到单子 因为会做这个人真的很少 那但是反过来讲 它的社群没有很大 也没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聚餐等等 所以就说 如果你不在意社群没有很大的话 这个很可能是最快的方法之一 那但是我觉得学生式设计到最后 还是会想要对社会有正常的影响力 不是只是帮资本主义就是上游润滑等等而已 那所以我做了一阵子 好像两三年之后 因为很没有成就感就跑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那段时间纯粹以实习来讲是比较高的 所以也是具体的跟大家分享 有70位朋友没想要知道说 请问台湾在AI医学影像诊断分析领域 发展到哪一个阶段 不然要走这个领域的人 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吗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不只是台湾 其实全世界都在Vision这个domain 其实对于好像说CT等等这些部分 现在大概主要的在做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你去一些老师服 或者是有很有经验的医生 旁边去学习 他有点像他的机器学徒 然后你可以很快的累积 就是他的判断力 然后这个判断力 尽可能把它累积到这个机器里面 我们之前在总统北社会上线黑客松里面 就有碰过一个案子 就是说台湾自来水公司 有很多老师傅 那这些老师傅们 他们就是有可能长达一二十年经验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有点要听诊器的这种东西 来听自来水管哪里漏水 那这些工作非常重要 但是他们招新的学徒真的蛮困难的 就是这真的是一种 就是即使你付很多薪水 但是工作的主观意义 就是比较枯燥 真的 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台湾的水资源 并不是很丰沛 那所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请人 做了一些mind上面的chapbot 他可以知道这个师傅 现在寻回到哪里 就告诉师傅 这三个地方比较可能漏水 他看的就是那个scada 就是水涯水流量等等这些资料 然后就去让师傅听 最可能漏水的这些地方 所以并没有让这个老师傅们失业 但是这些机器学徒省了老师傅很多的时间 因为主观实际会比较强 因为你听大概就是漏水 然后你就会开始发挥创造性 去看说怎么样解决这个漏水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中国被社会创新黑客 从大概三个月里面 我们就把就是师傅们 这个还听到漏水以及发现的事件 从本来的事件 好像一年半才换到一次 变成十分之一 那这个连然做到一个程度之后 纽西兰也发现了 所以呢 纽西兰就请这个团队过去 又待了三个月 然后分享他们的资来水公司的资料 然后同样的让他们尽早的能够 侦测到漏水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现在所谓成熟的应用 大概就是这种 他不是到百分之百说 我马上就把你取代掉 大概不行 可就算只做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像这个案例里面 做到百分之八九十 那非常好了 那过程的每一个点 大概都是在省这些朋友们的力气 也让这个记者的这个传承啊 比较容易传钱下去 因为当你在训练人类学徒的时候 你比较愿意给他看一些正式的case 但这些还讨得怎么样解决漏水 而不是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听 其实没有漏水的地方 那所以这件事情在医学上也是一个类似的应用 重点是怎么样去跟人类去做pair 去做配对 而不是说去取代掉人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学习的技能大概刚刚讲的三个嘛 一个是说植物流程再设计 体验设计 服务设计等等的这个技能 这个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跟人沟通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 在看了这个diagnosis之后 大概就是要去跟人解释 沟通 然后以及回来调教 这些这个机器的参数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学提Scratch呢 因为Scratch的特色就是说 它都不会让你重头写 Scratch如果有人用过的话 在MIT的网站上面 就可以快速的看到 非常大量的这个 什么游戏啊 什么潜水啊 其实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 现在小学生在流行什么了 不对 它流行跟我小时候一样 我真的觉得很高兴 对 好 那所以就是 对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玩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大家就知道说 你用类似叠寂寞的方式 就可以写出 像这个是超级玛丽 这样子的一个程式 那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 筹换里面的图片 筹换里面的逻辑等等 你甚至不需要学程式语言 你只是稍微看一下它的结构 都可以知道说 原来写的游戏是 很容易的事情 就像把筋木堆出来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的特色 就是说 植物流程在设计 跟人的互动跟沟通 以及第三个 随便拿到什么东西 就不怕 然后就可以开始改作 这样子用改作时的 程式设计的能力 我想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 这些其实还是 比较接近素养 比较不是特定的技能 对于AD Block的看法 我自己是用那个 Mule Block Origin 我没有再用AD Block 但是是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棒 我自己还有用另外一个Block 这个也诚挚推荐给大家 它叫做Newsfeed Eradicator 它做的事情就是把 Facebook那一面墙 整个消灭掉 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装了这个Plugin 我在Google Safari 跟Fifo上都装 所以它说 已经增到桌面 好像Mobile也有 但我用Mobile是不会用Facebook的 所以我不需要装 但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你装了之后 它就会把这面墙 换成一句很励志的格言 好像这是阿德勒朗 就是真正的自由 如果不是有际遇的心灵 我们是没有办法拉长的 非常励志 但是你可以自己随便放一些励志的格言上去 但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心灵的护盾 就是说 因为Facebook它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intentional 就是你想要看一个人 那你按到他的Profi 你想要跟一个活动 你参加那个活动 你想要看一场直播 你按那个直播 那就是你按了某个好谈Message 或什么 然后你就是用那个跟人沟通 这个上面它跟浏览器 是没有两样的 但它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墙面推送的部分 所谓的滑手机 想要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下 你要它要推送给你什么 所以大家就随时在那个多巴胺循环里面 好像就是一定有 就是一阵子就有想要按个什么东西 再的冲动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手会发抖之类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觉得是特别会让人陷入 刚刚讲的前提式的那个心情里面 因为Facebook的AI计划 跟你是一种寄生的关系 很难说是共生的关系 那就是它很需要你 但其实你并没有需要它 大部分这个 像欧盟他们有做个测验 说如果你要付钱才能用Facebook 你的朋友都要付钱 的话大家愿意付多少钱 那个重数是零 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不要付钱 那就是并没有觉得这是值得付钱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让人上瘾的一个状态 那那个AI它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把你留在上面越久越好 那这个utility function 对于你自己的健身健康 或者卫生是不是好事 说真的那个AI不一定想要管 那所以对我来讲 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把这个AI的界面删除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需要 这种不可预期的一支推送东西给我 我如果想要找什么关键词 想要找什么hashtag 我就主动去找 那因为我主动做一件事情 就看到一个结果 就是要不会进入那个上瘾的 多巴胺循环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已经有在用ADIVLOCK 或者还没有在用的朋友 可以考虑多装一个吧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比较不会心情 就这个不预期的受到干扰 然后我装了之后这个同温层就没有了呢 这样子 因为你不管大什么关键字 你找到就是整个Facebook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人 就不会变成只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视角里面 所以在哪试试看 一天可以省下两个小时以上 有这个79位朋友们问说 自发互动共好是健康的概念 但是要如何避免类似共产主义的搭便车 以及资源不足分配不均的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我有一个好朋友写了一本专书讲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没有没有时间这个把它的 这个书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不过好在他的书是下载之后 你才决定要付他多少钱的 所以这个 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来取得这本书 它是Rufus Pluck 那他比较有名的就是他创办了叫做 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那台湾的开放资料连续几年排名 国际第一等等 就是OKFN所做的这个评比 那他一直在推的事情就是 一个新的叫做公有decomments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样子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没有这种 大便车资源分配不足分配不均等等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先约好要做某一个行动 再去做哪个行动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好比像说如果有做过群众母子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我在讲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群众母子就是说 以前都是说你第一笔捐钱的人 你是最亏的 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事情会不会成 那你越后面你就需要捐的越少 因为你已经觉得差不多成了 但群众母子就是说你一段时间 之前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是需要这些资源 如果没有凑到的话 其实是退钱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会比较有motivation 是大家很多人 但是每个人都是小额的这个付出 那当然现在群众母子已经演化到 订阅式的群众母子 现在还有所谓的平方投票法 这些都是很先进的这个数学演化 但是无论如何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约好 大家有共同的价值 到某个程度我们在一起这个饭排 然后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先约好 再行动这件事 在以前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现在因为有忘记忘录 尤其因为有一些所谓的 演算法式治理的这个方式 包含但不仅前一分三十账本 这件事情忽然之间变得相对容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避免掉大部分的 Trasherty of Commons的 所谓的公有题悲剧 那这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经济学模型 如果是学这个的话 很推荐大家看一下Open Revolution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解释 这个终于推到顶上了 我在想说哪一天这个才会到顶上了 所以哦哦变色了 我们八十三位朋友们 希望听到我讲栗邦变色四个字 虽然对这位朋友有意义 我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虽然是有意义的 其实这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人物智慧发展之间 人类皆害怕其成长 进而危险认识是否这种功能 却快速发展取代工作 那么AI发展潜能在哪里 以及全球人口过多的情况下 人在社会上面的定位在哪里 这个我们有一个智库 就是叫做Global CXI 那这个就是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不是这个的成员之一 那它里面的主要的几股事例 大概就是 就是刚刚讲的 社理工学院嘛 Steve Mann啊 Joy Ito啊 这些人 IEEE的几位领导者们 然后欧盟写GDPR的那些人 然后以及这个最早期的Cyborg之一 Steve Mann啊 然后等等 那我们大概就是从三个方向 来解这个题目了 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子去让AI 不要是就是洪水猛兽 而且它是扩增我们群众的智慧 就是叫extended intelligence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AI的时代里面 去让个人对于资料 不要是一种好像资产式的看法 而是当做是我们自己的 关系的延伸的这种看法 这个我刚刚大概跟大家分享了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想出一套 比较系统性的方法 而不是用GDP的这种单一的 这个线性的思维 而是一种比较系统性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一个社会 它的发展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三个研究项目 慢慢会出一些statement paper 这些东西 所以因为这些时间的关系 大概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 不过我想我们整个方向 就是在所谓的participatory design 就是我们以前在讲设计的时候 都是好像完全可控的 但是现在当这种 就是智慧型的系统 或者所谓的smart city 这样子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有种好像smart city 是这个城市变得很有智慧 但是里面的人就变得很笨的 这样子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而是反过来是smart citizen 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 怎么样让大家群众智慧 更容易畏聚在一起 因为城市就像公司一样 说他聪明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谦虚比较 humble 不是说要大家一定要怎么做 而是就像刚刚的时候 创新这个实验中心一样 让各种实验可以在一个安全的 大家又觉得很有意思的 这样情况下发生 然后让大家都变得比较smart 而不是这个 city的这些硬体 变得更smart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参与时设计的一个思维 那这个大概会是 我们接下来工作的方向 所以有兴趣的欢迎加入我们 globalcxi.org 还有九分钟 有八十位朋友们问说 大学生的知识 再过到目前为止 似乎数十年以来 都没有太大进步 例如像PPT 授课 捷报 预报 AI时代大学生 是不是有更好的学习可能 我先承认 就是我没有念过高中 我也没有念过大学 所以我有在大学旁听一些课 但是那大概都是一些 讨论的哲学的词辩的等等课程 所以我更多的学习经验 跟它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经验 其实在台湾已经 最近十年了 已经非常的蓬勃 就是所谓的实验教育 台湾同样的也是 整个亚洲实验教育 最开放的地方 我们目前百分之十的学生 都可以接受实验教育 一路到实验大学 理论上也可以办 虽然目前还没有人真的办出来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透过实验教育 这十年看到了非常多 比较好的教材教法 比较多自发互动共和的地方 当然实验教育不都是成功的 有些并不成功的 我们感谢家长帮忙付了学费 为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在做新的课根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去避开那些 已经被证明说 不是很适合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 国外的实验教育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去收割 参考 参考那些在我们这边实验 已经蛮有结果 这个效果很好 的一些方法 进入我们的惯性教育 就是所谓的国民教育里面 所以我们在课法会 至少我的功能 大概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大概 新的所谓的教材教法 在国教阶段 已经都写到新课纲了 那在高教阶段 大概有两个趋势 一个就是说 学系的本位主义 很可能就会松动掉 我们学位受益法 已经三都了 所以以后 未来大家的那个学位 很可能就不是单一的系 而是以学院为实验 其实是高教以前 在做的 就是高教成根里面的各种计划 那跟我直接相关的 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USR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特色 就是说 以前都是高等教育 有点在执行 教育部的这个想法嘛 那但是USR是反过来 就是大学自己去想 可以解决什么旁边的 社会或环境的问题 或经济的问题 然后反过来告诉教育部 说我要开这个五年的计划 那么只有在第二年的时候 查核我一次 其他的大概都是 大学的地方 自己去制定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 也是让我们enable 更多的学习可能 因为这样子的话 整个学习的过程 就不是在教室里面 而是实际在 那个英雄的场域里 那现在它已经 和流进高教成根 那未来这个会变成逐流 大概不会变成是支流 而是说 以后的大学教育 很可能就是这样子 一个互动式的 去跟社会对话 然后去相处 去解决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是觉得蛮乐观的 那AI智商在中间 我们都知道 试这些新的方法 包含USA等等 那就行政作业 都是很重的 那对大家也不习惯 那这个倒是AI 可以帮忙 这个让大家 跟行政上面 更容易的 有70%的朋友们问说 什么时候台湾 才会像中国的西岸 那样子发展行动支付 经常好 觉得很方便 应该经常好 那其实这个 中国西岸的 这个行动支付的 普及率 好像还不及 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 那就是非洲的某些国家 他们是因为伪超长绝 然后也没有 几个这个银行的点 所以导致他们 唯一能够信赖的金融 就是在手机上面的 行动支付 因为前几波 包含电子支付 现金支付什么东西的 那个infrastructure 都没有做出来 所以我们在推行动支付 推进方案的时候 我在院里面 曾经跟同仁开玩笑说 其实我们如果要 冲行动支付的那个KPI 非常简单 我们明天开始说 我们不抓微潮 然后我们禁止 便利商店设提款机 只要这两个政策一下去 行动支付就 你要几%就几% 对可是 当然台湾不是 追求线性KPI的 这样子一个地方 但今天如果要行动支付 那是因为它真的 比电子支付好比 悠悠卡 或者感应是信用卡 或比钱一代的 就是你要讨薪金出来 要来得方便吗 如果它没有更方便的话 为什么要去用呢 这个是社会进步 我们不是一个单向的进步 是真的让它更方便 才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处理 行动支付 大概是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我们要让 可用科普及 可使用的这个地方变多 所以你如果要用行动支付 我们不要打针 当然我们不会去应推 那怎么变多呢 好比说很多要导入行动支付 或者商家他们会觉得说 本来用现金交易 它可以这个不用付5%的税啊 可是用行动支付 它跑不掉了 它5%这个就跑不掉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降到1% 来鼓励大家来采用等等 这是一个 那另外就是在客户端 在支付这一段 支付这一段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我带这个手机出来支付 真的还不如我拿软硬的 这个悠悠卡支付 要来的方便 真的啊 因为悠悠卡大概只要3秒钟 然后我还要按两下 还要把QR或NFC开起来 那说不定5秒钟就过去了 我其实没有很想多花那2秒钟 但是我有一阵子带Apple Watch 那个就蛮方便的 那个可以升到1秒钟 我就把手架靠过去 可是呢 我这样做了一阵子之后 就有一种手腕会扭到的感觉 这不是很自然的一个姿势 那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国发部就发现说 现在有在做这个指环 指环支付 指环支付呢 就更方便了 你甚至不用按两下 把FLO 这个支付模式打开 因为那个戒指就专门是用来支付 你就要靠过去就可以支付了 但是呢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这种手机平板 你可以贴着它的 所以它的感应距离 都设定在1到最多3公分 但是指环呢 其实你如果要那么近的话 其实你的手又会扭到 所以业者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relax 说对于指环支 我们可以relax3到10公分 这来我们就赶快去修整 所以我想称呼最大的目的 是不要挡大家的路 让越来越方便的东西能够出现 方便的大家自然就会去使用 而不是说 好像我们硬要冲多少帕数 我们如果要冲帕数的话 我们就说不抓卫草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这样子做 然后有位朋友 有个程序动议说 这个似乎这个PRC的东岸 好像是比较多行动支付 谢谢这位朋友的贡献 好 OK 那六十四位朋友们说 请我们因为好奇而去 害过什么公司或者机构 能不能分享 有害过什么厉害的机构 那这位朋友对于 这个所谓的公民 CV Hacker 现在有所误解 所以我就稍微这个说明一下 就是说Hacker这个字 它其实是 你很深刻的了解某个系统 以至于你可以 好像融入那个系统 然后看到它的局限 那这个是Hacker本来的那个意思 我们现在当然有所谓的 Service Security Hacker 资案骸客 有黑帽子的 你看到一个漏洞之后 就为自己的私利而去攻击 那或者有白帽子的 就是你看到漏洞之后 你去通报 然后让它的资案可以变得更好 那白帽骸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 我们在院里面 我自己架的这些系统 大概都会请白帽骸客 来打个半年 然后他们也 这个File了一些CVE 就是他们的勋章等等 然后都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我才会让整个公务体系使用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白帽骸客 我是所谓的公民骸客 是没有帽子的 就是说我看到一个系统 它有一些漏洞 那我做的事情 是我创造新的系统 不要有这些漏洞 而且它讲的并不是自然 而是好比像说我们的民主制度 或者是说我们平常在做的行政的这些系统 我如果觉得说 它本来这个系统 没有办法很好地反映大家的意见的话 那我做的系统 是让大家的意见更好地去汇聚 去反映等等这个方式 而不是说好像去exploit 就是去运用既有的系统的漏洞 所以我想最后就是 我们所谓CVE hacker 并不是自然的hacker 但是呢也有一句话 这个想要送给大家 就是有一个叫做Buckminster Fuller 他也是一个这个系统思考者 跟系统的这个公民hacker 但是并不是资安上面hacker 那他讲的就是说 you never change things by finding the existing reality to change something build a new model that makes the existing model obsolete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旧的系统 它有什么问题 它有什么困难的话 不是要去跟它对决 不是要去打倒它 也就是说 去做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新的系统 没有旧的这些问题 大家慢慢就跑来用新的系统 旧的系统就被忘掉了 而不是说你要正面地去跟它冲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公民hacker 所做的事情 好 今天大家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唐凤委员带来精彩的 集席式问答演讲 另外毕设项唐凤委员 致上最深的感谢 由我们的社长 致政代表致政感谢 咖掉了 本次演讲即将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台下各位的热情参与 本人代表资讯社感谢学校所有单位 与所有市长们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尤其特别感谢校长 副校长 赖院长 学务长与执行中心主任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资讯社所有伙伴们 与本场活动中间幕后帮手 以及我们资讯社的大家长 吴怡珍老师 最后邀请大家与唐凤委员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那请麻烦大家站起来 让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 初音机可以帮我们办交通 那个是那个是上面的 对 是 是 是 关了对关了关了 两侧的同学往中间靠近一点没感情 好三二一 最后请大家再帮忙填一下我们线上QR Code的表单 在左手边有一个讲座回馈单 那有声跟的同学再提醒一次 就是回去的时候要记得B卡哦 有声跟的同学要记得B卡 然后帮我们填一下讲座回馈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